你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每日一书,本期要分享的书是《心理动机》,副标题是,激发行动力的底层逻辑。 作者是心理学博士安吉拉阿霍拉,专门研究影响我们的沟通趋势、成见、司法评估和非语言沟通等,长期从事企业领导的培训工作。 纵观人类千百万年的发展,是动机帮助我们生存了下来,并塑造了我们,但我们却很少真正地关注动机。 对动机认识的缺乏使得我们常常会无法理解自己的需求、行为、反应、冲突和习惯。 本书着重阐述了三种对我们影响最深远的心理动机,对稳定关系的追求、对地位的渴望、对新知识的探索。 并针对如何利用好这三大动机保持对学习和工作的兴趣,远离拖延和焦虑,过上真正自主和幸福的生活,给出了一系列有益的启示和建议。 来看第一个部分,稳定关系的追求。 为什么人类要追求稳定的关系呢? 因为稳定的人际关系,包括被群体接纳和拥有健康的亲密关系,能让人具有安全感和幸福感。 如果感到幸福,人们会更愿意寻找和建立人际关系,形成一个良性循环。 人也有动力运用自己的创造性思维,而且一个感觉自己幸福快乐的人甚至都会更健康,比不开心的人更容易拥有健康的免疫系统。 作者告诉我们,人类为了追求稳定关系,有两个表现。 一,被群体接纳。 人类渴望被他人接受,于是总是去做合群的事。 回想一下你最近做出的选择,任何选择都可以。 比如,你准备买的那件新衬衫,街角酒吧的那瓶啤酒,或者你准备看的那部电影。 当然也可以是更加重要的选择,例如你准备给哪个组织投票,和谁约会,或准备选择哪条职业道路。 为什么你会做出以上选择? 你如何做出特定的选择? 你可能会说,很明显,我就是选择了我喜欢的选项。 但事实上,他人对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行为都有十分巨大的影响力。 比如,朋友锻炼,所以我也跟着锻炼,因为受到我母亲的影响,所以我看某个电视节目。 因为,上周六和我吃晚餐的那位女士谈到了自己的保险,所以我买保险。 因为孩子班上有两个同学打网球,所以,我的孩子也打网球。 看到熟人在朋友圈传了在马来西亚旅行的照片,所以我们也计划去马来西亚旅行,社交影响着我们。 我们太渴望合群了,我们渴望和他人有共同话题,我们渴望知道别人知道的事情。 有他人在身边的时候,人们甚至会更快地喝完杯中的饮品。 作者观察发现,人们为孩子起什么名字,听什么音乐,喜欢什么歌曲,买什么衣服,甚至工作有多努力等等,其实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。 可能,他人不是我们做决定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,但我们也很难找到完全不受身边人影响而做出的决定。 二,害怕孤独。 因为害怕孤独,人很难放弃一段亲密关系。 即便一个人完全背离我们的需求,我们还是会对这个人产生依恋。 比如一个女孩的男朋友明摆着完全不爱他,女孩的朋友都看得到。 他的男朋友只是利用女孩满足欲望,或者获取钱财,还会贬低女孩的人格,不停暗示他不如自己。 然而这个女孩,还是不愿意放弃这段让他身心俱疲的关系。 作者提到,恶劣的关系对健康有害。 身处不幸婚姻女性的免疫力,会比同龄人更差,如果一名女性与丈夫分开,但在情感上依旧依恋丈夫,女性的免疫力也会下降。 不只是婚姻关系,一向以双胞胎为对象的研究的结果显示,有良好人际关系和没有良好人际关系的双胞胎之间,身体衰老程度差距多达十岁。 那么问题来了,为什么即便如此,很多这样的女性依旧会对这样的渣男产生依恋? 有一种解释是,渣男通过贬损女性自尊的行为,暗示这位女性不配拥有一段健康有爱的关系,来让女性对现在已经拥有的关系感恩戴德,或者只是因为这个女性认为必须改变这个人,只有她能关怀这个男人。 但真正的原因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,人类会像避免痛苦一样,本能地避免孤单。 为了避免孤单这种损失感,人类会努力维持某种不佳的关系。 有人甚至愿意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,不是他们不明白,而是他们在避免一种更可怕的未知的恐惧。 作者提醒我们,如果你越能在人际关系中采取积极的行为,激起正面的感受,你的这段人际关系越稳定,关系中的两个人也会越幸福。 也就是说,在关系中,越积极,越幸福。 真正伤害亲密关系的,不是地位的相对低下,而是双方的不平等。 作者做了一个比较,根据社会交换理论,如果感情中一方的收入相对伴侣越高,那么这一方出轨的可能性则越大。 但有趣的是,根据公平理论,通常是收入少的那一方更有可能对伴侣不忠。 这两种说法出现了矛盾,你可能会疑惑,为什么收入少的那个又倾向出轨呢? 这似乎违背了我们的直觉。 原来,被给予的太多,或付出的太多都会让人们感到焦虑,而此时,收入少的一方,感到自己在经济上不占有主动权,于是会在关系上找到更多主动权。 出轨和另一个人建立亲密关系,能让出轨这一方感觉到双方的权利变得平衡。 但我们要知道,无论是收入更高还是更低,其实都不能成为出轨的理由。 出轨是一个道德问题,不应该去计算它是否合理。 再来看第二部分,对地位的渴望。 为什么人类如此痴迷于地位? 这是因为拥有地位能帮助人类生存,繁衍。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,地位高的人能最先开始吃饭,能栖息在最安全的地点,也是更具吸引力的配偶或伴侣。 只可惜,对地位的追逐也有一些负面影响。 过度追求地位导致人们不断与他人比较,让人们过度消费,尝试与有权势的人拉帮结派,同时,让人们更易嫉妒他人的成就,并刻意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更成功。 研究显示,只需要不到150毫秒的时间,人们便能确定站在面前的人是男性还是女性,但只需要40毫秒,人们便能发现谁是领导者。 人是天生地判断动物,即使人们只能从与他人的第一次接触中了解一星半点的信息,也许你只是看过一个人的一张照片,读过一封邮件,或者和对方点点头相互介绍。 握一下手,你也会无意识地以极快的速度判断他人的性格。 作者说,人们评价他人的维度有两个,一是友好程度,二是能力大小。 而这两个维度,都跟一个人的权利和地位有关系。 比如,大卫今年35岁,他买了一辆新车,车开在路上时的回头率很高。 大卫的家乡在一个遥远的小镇,每年回家,大卫都会走更近的小路回老家,避免穿过小镇中心都远路,但这次,他直接开进了村子。 村里只有一条主干道,透过挡风玻璃,大卫看见一位老同学走在人行道上,他欣喜不已,和同学打了招呼。 他的同学一开始没看清楚是谁,之后撇了一眼车,认出了大卫。 于是这位老同学也向大卫招招手,表情惊讶。 大卫这一刻会是什么感觉? 当然是心满意足。 大卫在自己的新座驾中更有成就感,就车代表的地位无法与新车相提并论。 新车让曾经一起长大的老同学对他刮目相看,他的身体因此分泌血倾诉,让他感觉到欢心、幸福。 在自然选择和远古人类的群居生活中,人类渐渐进化成了在意地位的物种。 人类的神经化学机制也促使人们关心自身地位。 当一切顺利,自身能发挥更多的影响力时,神经化学机制会释放让人产生积极情绪的神经化学物质。 如果诸事不顺,或者其他人的境况远远优于自己,神经化学物质会让人们出现负面情绪。 人们能够十分迅速地觉察到其他人的权利,很多人也希望尽可能地向他人展现自己的权利。 既然无法避免自己追求地位的心理动机,那么如何才能让它的副作用不至于伤害到我们呢? 作者引用了作家约翰·罗斯金的话,拥有大量藏书和邮票是富有,能笑口常开是富有,谦逊有理,富有智慧,敏感,细腻或广结朋友等,也是富有。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许是仰望星空时能感受到最多震撼的人,是有闲情意志观赏星空的人,是能够沉浸在当下的人,又或者是可以自由规划什么时候工作的人。 地位或许的确是我们对幸福想象的一部分,但我们不要忽视的是,幸福也有许多其他实现的路径。 其次,坚守原则。 一些人会把他人踩在脚下,从而一步一步提升地位,这样做能让他们在比较中获得满足感。 但是,请你坚守自己的原则,避免在人际关系中出现这样的行为倾向。 再来看第三个部分,对新知识的探索。 这一动机促使人们获取知识,不断收集新的信息,获得新的感想。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好奇心何求知欲。 17世纪的哲学家托马斯·霍布斯将好奇心比作大脑的欲望。 人类对知识的渴望与探索无穷无尽,越尝试满足求知欲,人们越会渴望知识。 人类想要学习,渴望了解自己,他人,以及这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,对知识的渴望与探索无穷无尽。 越是尝试满足求知欲,人们就越渴望知识。 满足好奇心的过程,能够激活大脑的激励中心,使脑部分泌多巴胺。 爱因斯坦也曾在自传中谈及求知欲,我没有特殊的天赋,有的只是旺盛的求知欲。 对新知识抱有好奇心,想要获得新知,想要更博学多时,看似是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。 那么,好奇心有没有可能会引发什么问题呢? 美国科幻作家鄂修拉·勒古恩曾说,你点燃一根蜡烛时,也投下了一层阴影。 在当今的技术时代,好奇心和求知欲的确给人们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挑战,那就是,我们很难再拥有一段长久不间断的注意力。 在生活和工作中,每当人们在电脑或手机上打开一个新的页面时,大脑都会分泌多巴胺,人们受到了激励,并继续点击页面,一页又一页,在不同的软件间流连。 但作者说,只可惜,研究表明,人们在浏览五分之一的网站时,只停留不到四秒,而人们只在4%的页面上浏览超过了十分钟。 在网上冲浪时,人们大脑的激励中心被激活,而史前时代的智人在发现新的环境和资源时,他们的大脑也会出现同样的激活过程。 这说明人们并没有在学习,或者涉入能被他们吸收消化的信息。 而且,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难以集中,睡眠质量下降,和现实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少,越来越难以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游刃有余,而且越来越缺少同理心。 人们开始渐渐难以分清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,而什么事情只是在消耗注意力。 比如,人们会拿着手机无休止地在浏览网页和看视频,这会影响我们的健康。 尤其是夜晚,当人体处于睡眠状态时,大脑会进行突出重塑以及自我清洁。 人体还会经历记忆巩固的过程,此时,无关紧要的神经元连接会被清除,而重要的连接会得到增强。 在睡眠过程中,大脑会排出白天神经处理后残留的有害物质、废物。 如果睡眠不足,人体就无法实现大脑应有的功能。 哈佛医学院曾有一项研究显示,睡前看屏幕会导致退黑素延迟分泌一个半小时。 退黑素帮助人们入睡,因此退黑素水平过低,会导致我们比正常情况下入睡得晚得多。 而且总体而言,睡前有使用电子屏幕习惯的人,他们所分泌的退黑素水平比一般人低55%,快速眼动睡眠期也比正常人短12分钟。 因此,他们在第二天醒来时更容易感到昏沉乏力。 如果你有睡前刷刷手机,看点什么才能入睡的习惯,你可以选择听听音乐。 只要不是盯着屏幕浏览信息,便不会被屏幕蓝光影响。 为了不让自己被手机和手机上的信息干扰,我们应该怎么做呢? 人们生来就希望寻找能刺激多巴胺分泌的事物,因而,仅仅抵抗诱惑,就已经消耗掉我们许多的意志力了。 作者建议,为了不必抵抗诱惑,你可以尝试践行究竟原则。 究竟原则指那些离你较近的物品,会对你的行为产生更大的影响。 如果把某件物品放在身边,那么你就会更频繁地进行与这件物品相关的活动。 反之,如果你想减少这种行为,那么请把那些能够诱惑到你的物品放远些,为自己创造一个零诱惑的环境。 然后是减少不良使用习惯。 在总体上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有很多方法,比如,你可以关闭最不重要或最让你上瘾的软件的消息推送提示,不要让这些提示控制你。 同时,你还可以将最让你上瘾的软件放入文件夹,增加你打开它们的难度。 尝试更长时间地远离手机,找到新的平衡方式。 万事开头难,但之后你就会逐渐习惯。 其次是给予自己适当的奖励。 也许你可以试着要求自己先完成任务,之后才能浏览一些社交平台。 关键在于,要坚持按照自己定好的规矩约束自我。 如果你要完成的任务较为无趣,那么通过这种方式,你就可以从中获得最大的价值。 你还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小游戏,以积分的形式奖励抵抗诱惑的自己。 比如,玩手机的时间越短,所获的积分变越多。 再然后是避免一心多用。 想充分释放潜力,你就需要一心一用。 只可惜,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时,你的身体会受到刺激,比如一边读报纸,一边浏览社交媒体,一边又回复邮件。 人类有寻求心意,探索环境的强大动机,这一过程会激活大脑的激励中心。 请努力抑制还未完成某项任务便开始下一项的冲动,请一次只做一件事,这样你才能最大化任务的完成效果。 你的注意力每被分散一次,你便可能需要多达25分钟的时间重新集中注意力。 还有就是手写笔记。 在会议或课堂中需要记笔记时,请用笔和纸来记。 虽然用电子产品记的笔记可能更为全面,也更能做到一字不差的记录信息,但是电子笔记没有手写笔记更有效。 这是因为手写笔记时,你需要先处理信息,再将其记下。 因此,手写的笔记更为具体,更精简,也更优质。 而且,你吸收的知识也更多,因为在记笔记的过程中,你的思考也更多。 而电子笔记更像是在机械的复制信息。 不看手机,不去满足自己对新信息的渴望,去拥抱错失的乐趣,是需要勇气的。 但你一旦尝试,就会找回更长久的注意力和更平和的心态。 你可以选一个时间,忽视网络上正在发生的一切。 请关注眼前,专注于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。 要保持好奇,更要乐于错过,敢于错过。 好了,这本心理动机就分享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